OK吗?I'm OK,因为我正在收听DurianFM 你们好,我是马家轩 纽连当头我是孙仁 只有高大我说了 是,回来看一下马来西亚国内的事情 在北马,槟城这一边 最近就是槟城政府下令了 要捕杀野狗令 这个事情就让很多的这个民众们 甚至是爱狗人士们 觉得很震撼的 为什么要对于这些野狗 做这样的事情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北马这边发现 就是槟城这边就发现了 这些狗,野狗是很多的 而且很可能会有这个疯狗症的 会引发这个疯狗症的事情 如果是一旦咬到了人的话 那就这个后果就可大可小了 因为在吉隆坡这边就出现了 一个病例 就是这个野狗咬的人 过后这个人 就是狗是有疯狗症的 然后就传染 这个人就被感染了 这个事情 这一件事情就在 其实是在吉隆坡这边发生的 可是槟城这边 因为也害怕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就下令要逮捕这些野狗们 我看了这个新闻过后 我自己本身 我感觉挺无奈的 无奈的是在于哪里呢 其实我非常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为什么呢 好,我先说明一下 我不是一个什么疯狂爱狗人士 我没有讨厌狗 我还挺喜欢狗 但是我不至于到于爱狗那种 爱狗人士那种比较 我没有办法跟他们比较 我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喜欢狗,老实说 就是小动物我都喜欢 或者大动物我也喜欢 这些动物我尊重 我也喜欢 但是这样子的这种 他们是叫人道毁灭吗 是吗 首先第一 你凭什么做人道毁灭 你看啊 就是人道这一回事 是凭着你的这样子 何谓人道 其实当你杀 你把一个生物 夺取它生命的时候 已经不人道了 首先你先剥夺了它生命了 你没有让它生存的这个价值 已经不人道了 第二 那我们再看回这个东西 野狗 OK 野狗 你现在担心说会有这个疯狗症的蔓延 对吗 首先第一 要看的情形是 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野狗 是不是当初没有好好去控制这个野狗 去繁殖这样子一个情况呢 等到发生事情过后 你再把它们的生命去消灭掉 是不是 其实当初如果早早有控制好这个野狗的繁殖量的时候 比如说 可能不让这些有太多野狗在街上留 你可以把它抓起来 或者一些爱狗人士怎么样 当初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你就先处理这个状况了 那你是街上没有这样多野狗了 对不对 你不要需要去要毁灭它生命 我觉得既然有那么多的爱狗人士 那当初数量比较少的时候 就全部把它抓了起来 然后是建了一个一间中心 你不需要太大吧 你可以把这些狗暂时先搬了起来 看有没有人要收留它们 我觉得这样子好过 你把它们生命去处决掉吧 对吧 或者是绝育 绝育手术也能做 虽然绝育手术也是不人道 但起码好过你剥夺它的生命 或者让它生了过来出来过后 你让它就这样子自生自灭 或者你把它杀了 这是第一个点 首先还有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只狗 有没有患了疯狗症 现在的情形是 好像你不管有没有疯狗症 你只要是野狗 没有牌的狗 你就把它毁灭掉 被抓起来毁灭掉 对啊 那你看刚刚我们还提到放生这回事吧 是不是 那有没有一些这些宗教人士 觉得说这些狗全部不可以杀 就强调要去放生呢 目前宗教人士的声音 我们还没有听到 我们听到的是很多爱狗的人士的声音 当然这件事情出来过后 是很两极化的 它的反应 有些人就觉得说 这些狗在北马这边 是威胁到人的性命的 他们就说到 这些北马人 他们就说到 你们身在外州 或者是外地的话 你们了解不了我们的感受 因为我们时常 尤其在槟城这边 有时会走路不行 去接上去上课 去上班的 所以这些狗真的是会对自己的生命造成一定的威胁 你们不能了解的话 那你们就不要说话 怎么叫不能了解呢 我也被狗咬过 我真的被狗咬过 但是那只狗也没有疯狗 我觉得应该是还好 没有了 但是我还活着在这边跟大家说话 所以我没换了疯狗 我想说的就是 我认同 有时候你走在路上 一些狗突然跑出来这样飞 你会怕的 真的是会怕 因为你不是怕它 是不是疯狗 你怕被狗咬 这是人的正常心理 那现在如果说 我们不 人家不能了解 难道你又真的非常了解吗 你怎么了解 那个狗死去的时候 那个生命被了结的 那个情形是怎么样 所以说这两集话的这个地方 大家站在一边的 这些人都看的只是一面的 他只 他只看的 像这些赞同 人到毁灭的 就只看得到 他们的生命受威胁 像赞同 不人到毁灭的这些人 他们看到的就是狗的性命 是很重要的 你看他还说一个东西 就是 他威胁到人的生命 他威胁到人的生命 然后我就要把他杀了 站在动物的立场 现在人类有多少 威胁到动物的这个性命了 有威胁到这个动物性命吗 有 所以很多已经灭种了 对不对 那他们是不是有权利 把我们人全吃了 或者全杀了 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呢 所以你看人家讲 人是自私的 我认同这个点 因为其实每一个物种 都是自私的 大家为了自己生命 有时候为了要保存自己生命 他可以全部都豁出去了 甚至把对方杀死 这都有这个可能性的 从这点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些 但我们不要讲的太远 这讲的太大了 就是人 这种人的什么事情 讲的太大了 而是说是谁有这个权利去决定一个生命的了结或者生命的延续 是谁有这样子的决定来 承认我们都要自私了 首先这个点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爱狗人士 现在槟城他下令要捕杀了 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呢 是有人提到可能打育苗嘛 对不对 预防针 你找的地方针 你还是让他是变成野狗啊 真的 你到最后还是一样 他再反应下去啊 是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初 呃 记不记得鸡蛋岛的问题 记得 记得 鸡蛋岛 野狗太多 他们把放生到一个荒岛上 小荒岛上 发生什么事情了 狗吃狗的事情发生了 你 我真的不能接受这样子的 你就 这个叫放生嘛 对不对 你看一看 生态破坏 你生态的破坏 甚至你把整 不单是生态破坏 你是把整个 呃 这整个 怎么说呢 物种的 他的 他的本性 好像完全被 被挑发了 是一个邪恶的那个部分 而不是善良的部分了 你是在提倡 那个邪恶的部分了 嗯 所以 有时候我们怎么去做 这样件事情 你做了一个决定 你要了解他的后果是怎么样 你不了解的话 你纯粹做一个决定 我已经放生了 就 养灰盖那个东西 就是放生 你看 最基本 简单 你怎么去做放生 你不去杀生 你你吃 你不吃他们 你吃素的 就是已经是一个放生了 你放开 你放了放了一个生命 让他生存下去 这也是一个简单道理 但是多少个人明白 这样子的东西呢 是真的 呃 明显是很多人不明白 要不然的话 就不会有轻而易举的会 呃 把这些狗人道毁灭 这个做法 做出来的 当然 呃 我们知道这个 呃 政府要做这样的事情 是对于人类是比较好的 因为怕 人生命受威胁科 是 但是呃 这些宠物 就是不是宠物 对于这些动物的角度来想的话 他是不是还有一个更好的机会 呃 来处置他们呢 呃 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问题 需要去解决 需要去正视一下的 呃 毕竟人的性命是性命 狗的是性命 也是一条性命 呃 狗是命不如人 呃 这些人家说了 确实很多人这样说 可是呃 对于爱狗的人士来说 他狗也是其中呃 一个部分 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 因为很多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 虽然他们没有能力去领养狗的话 他们看到一些野狗 他们也会去喂食他们的 就算不能给予他一个披护手 可是也会呃 喂他们 当然这个事情也让很多人牵着 是害他还是在救他 对 很令很多人啊 谴责的 可是他们这一个 他们的动机是在什么 动机 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他们只是想要 呃 他们的生命可以继续的保留下去而已 这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呃 我们换一个焦点 看一下这个一党这边的事情啊 呃 其实也不是一党了 是这个诚信党 诚信党 他们呃 据说现在一个消息是说 诚信党还有这个行动党和公共争党 即将要呃 形成这个明年2.0 那可是这个事情还不知道 呃 到底会不会真的成立这个明年2.0的 呃 据说这个伊斯兰党是拒绝加入明年2.0 然后他们也不会 一党是呃 说他虽然呃 拒绝加入2.0 可是还是会继续和人民公正党合作的 他也指明了只是人民公正党啊 我我第一次看到明年2.0的时候 我真的笑出声来了 怎么笑出声 我感觉好奇怪 怎么明年就明年 还明年2.0 3.0 就是说 就第二个 伊斯兰党还有明年3.0 4.0 陆续有来 就像Bersey这样 有Bersey1.0 2.0 3.0 今天已经到Bersey4.0了 Bersey5.0 听说我也快要来 所以明年是不是准备要有3.0 4.0 5.0呢 嗯 你你呃 你要怎么样去 我真的也说不上来一个话 你看现在 现在就变成了 呃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这个说法 一边是说 接受诚信党 呃 伊斯兰党说 继续加入明年2.0 对不对 但是伊斯兰党没有否认明年已经解散 呃 明年并没有完全真正的解散 只是因为呃 这个行动党就 行动党也没说退出明年了 他没没说退出明年 他只说跟对 跟伊斯兰党分裂 伊斯兰党没有承认明年解散 换句话说 原本的明年还存在 就是呃 就在他们心里中 心里是存在的 公正党也完全没有否认明年的存在存在性 呃 但是现在公正党又好像要接受一个明年2.0 呃 换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站在公正党的立场 有两个明年 嗯 一是跟伊斯兰党和行动党合作明年 第二个明年明年2.0 就是跟诚信党和伊斯兰党合作明年 然后站在行动党的立场呢 就只有一个明年 呃 就是就是 就是有他的明年 呃 对明年 只要有他就叫明年 对吗 跟公正党差不多一样 但在伊斯兰党的立场是 只有一个明年 就是明年 最最原始那个明年 而诚信党就是明年2.0 所以究竟有多少个明年 现在我已经 我已经非常混乱了 我也考不清楚 就是概括了 明年都会有这几个角色在里面的 就是要具体的分清楚的话 到现在为止还不能 呃 有一个具体的说法 因为他们也还没有正式有一个公告说 呃这个明年2.0到底是有谁在里面的 只是这个诚信党的树立主席达多 呃 沙拉夫丁他就说啊 现在诚信党是很乐意和任何政党去呃 重组这个明年2.0的 只是说如果伊党呃不不加入这个呃 这个明年2.0的话 那么他们的明年2.0现在现有的这些呃 现有的成员呢 就可以和很多的非政府组织啊 很方便很快捷的去进行重组的工作 所以这句话就意味着了 他们在谴责这个伊斯兰党呃 在阻碍他们更快的重组这个明年2.0了 其实简单来说是大家都是一个为了一个权利 为了利益而合在一起合作的一些关系 那现在就变成了伊斯兰党是呃 重视之地 除了公正党公正党也分成了两派 一派支持行动党一派支持呃 这个伊斯兰党应该还有一派 一派是呃两边都支持也两边都不支持 这样子的一些派系所出现的 那那呃我我只能够这样子讲吧 其实都不是好人 哈哈 那个是好人 现在大家都希望说尤其是这新呃 明年2.0啊 因为少了伊斯兰党的这样子一个强大的力量 老实说伊斯兰党是一个在三党里面 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政党吧 那现在如果说新明年2.0啊 这个明年2.0呢 他少了这个伊斯兰党 单纯凭这个诚信党也老实说 应该起不了很大的气候 所以他们要怎么壮大自己呢 当然就像你说的借用非常多的非政府组织 呃不好听就叫利用非政府组织 嗯 好听的话就跟他们一起合作呃 可能大家理念一样 但是我觉得不可能理念一样 就像当初明年成立的时候 大家理念本来就不一样 都是为了共同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推翻政府而走在一起 共进不长 应该说不是推翻政府而说夺取权力 我觉得比较正当 推翻政府不代表一定夺取到权力 但是夺取权力你就一定要推翻政府 嗯 所以呃这样子的 为了各自利益来来进行的一种东西呢 我相信他他也不会呃太长久 因为太自私了大家 我上zt了 儿炸曹 03